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这个买股当中开始有一波的行情要持续到第四季的季底 那么在这一段的时间当中何老师要先预告 很多的股票开始出现了商机 包括了车用电子 第三代半导体等等的还有IC设计 这些主轴当中你一定要拥有 也一定要知道里面到底哪些股票 法人 投信 内资 要开始滚动到年底的行情 因此今天我再一次的预告 下周的点火股 下周的点火股到底在哪些主轴与哪些个股 何老师在这几天当中会帮各位整理出来 标股大排档 这些所有的标股我会帮你把它排排站 全新主身段的标股研究报告 你一定要想办法赶快来预约 因为目前美国已经传出好消息 美国公债不可能倒债了 而年底前美国升息的几率非常的低 你要趁这个时候利空出境之后的 标喷的一个行情当中 赶快来霸占第四季的全新主身段标股研究报告 而这份的资料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会告诉你 哪些的股票是法人他们开始要点另外一波点火的股票 因为每一次的主轴当中股票涨多了会换手 而换手再换手到底换到谁的手 而股票飙涨过后的回测到底是要卖还是要买 这个时候你不用想那么多 就是这份的资料你安心的跟着赶快霸占就可以了 当然 何老师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有两集特别节目 礼拜六早上十点半星座占股 针对于各个星座适合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何老师呢会帮你们算好告诉你们 而礼拜天下午一点半财经急诊室 针对于第四季到底什么样的股票 你在现在要霸占一定要收看礼拜天下午一点半的财经急诊室 而你只要是我的粉丝 不管是LINE或者是Telagran 就可以拿到那一份热腾腾的大牌档标股牌牌战 亲爱的朋友 我两个粉丝官网 一个是LINE一个是Telagran LINE是小老鼠QQ33 Telagran是股市付现金或QQ33168 你都可以找到我 这两个粉丝官网的差别是LINE的部分 在首页常常有个股的研究资料 PO图PO文 还有一个快捷图示 你要收听广播收看TV 直接按了把你连结了 至于Telagran的部分 盘中级讯息盘色演变个股的操作 李昭TVYouTube节目 在傍晚都会与各位分享 今天使得台股翻黑的 要是那一号金头发蓝眼睛的人 所以我说跟着三三 跟着那一只跟着法人就对了 今天我们的法人还在买钞 亲爱的朋友 开高 走低 这里 让各位哲哲称奇 老师你到底会不会算命 不会 我很会算关键价 本间K线昨天宣告 今天的关键价叫做16600 结果 今天最低点 16605 挡住了 缩脚了 我先倒带 昨天10月7号 我跟各位说 这根红K拉出来了 它的形态叫做反打前三 所以我必须给大家周五的关键价16600 而我昨天第四点提到 名字就今天嘛 诺震荡压回 虚首16600 事情就这么出现了 大盘再一次的听到 本间K线的糟糕 回撤 16605挡住了 很多人 今天一定没想到 开高耶 怎么会又走低 走低刚好又守住本间K线的关键价 早上那样的大涨 你不会相信 大盘会回撤吧 结果刚好回撤那个点位就挡住了 所以本间K线值得敬重 开高走低 今天单一K线叫做反差线 那么昨天 单一K线叫做大洋线 我昨天讲到过 这种格局很特别 不动就不动 一动一根红吃前面三根K 这叫做一个强势的格局 而我先前跟大家预告的 这个16568也是一早就越过 所以昨天买盘归对了 这段故事我都讲过 过程我也讲过了 而探底线为有效的止跌K 将展开一波攻到顶 而这个时候 昨天我特别预告 因为我们要放双十的假期 所以这里压力比较大 而今天果然 到这里就没有攻了 压回回撤 那么回撤也在我掌控之中 然而今天这根线 反差线出现在这个位置 形态很简单 形态叫做低档交错线 什么叫低档交错线呢 也就是这个波段当中 四天当中 这一根的探底红 加一个反差线 昨天拉出大洋线 今天又一个反差线 那么这一段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特殊的 也就是日日高点过前高 日日高点过前高 日日高点过前高 而日日低点都没破前低 就好像这一波的一个走势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自从这一根线叫做探底线 探底线形之后 大盘以45度的稳健上扬的走势 形成这样的格局 而在这一段的四天当中 红K必带亮 黑K亮说 红K必带亮 黑K亮说 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在等一个引爆点 而日日过前高 未破前低 就好像这一波的走势 这一波的走势 让各位觉得 怎么不可思议涨了一千多点 对 所以行情就是这样产生的 你不买 大脚买走了 你不买 法人买走了 而我在那边告诉大家 第一档交错线 为一个强势的讯号 而这种讯号 一旦发动 必涨波段 谈我解完了 关键价 一样给各位16600 希望这几天当中 你好好的收看 何老师所有的节目 并且想办法来索取 那一份大牌档 接下来 这个好消息 分享给所有的人 台积电9月营收传捷报 营收 1526.8亿 再创历史新高 9月的月增 11.1% 年增 19.7% 台湾的航空母舰 如此的会赚钱 如此的稳健 你还怕后面没有行情吗 大家加油 张婷 总是喜欢 来三三家 一只涨停 两只涨停 真的 大脚总是喜欢来三三家 智元 两只涨停 昨天涨停 今天涨停 你要一只吗 资源 我一直跟各位说 你要霸占这种机优成长股 法人在第三季当中 作账也结账了 再把资金移到第四季 我已经讲很清楚 所以两季当中 我都一直在操作这个资源 我还跟各位说 法人 业内 投信 最喜欢这种机优成长股 而我昨天也透露了 这个资源 设计了一个晶片 AMD用它的 而预估有5.5亿颗 亲爱的投资朋友 涨停 你要一只吗 一大早就锁了 昨天 也是盘中就锁了 越到涨停 越买不到 10月6号小跌 我说你报好 一张都不可以卖 10月5号 由黑翻红 这里你在哪里 放空吗 杀他吗 诶 我的股票滚到4.3万张哦 大脚都来我家哦 结果就从这边看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我说啊 机会给你们 你不把握 我有什么办法 10月5号告诉你 反托走涨K 投信法人的任养股 大脚挤爆33家 你还怕大盘要崩盘 10月6号 量缩小跌 我还告诉你 这张股票股性 上涨 一定带量 整理 一定量缩 结果 10月7号 涨停满 我还告诉你 两羊夹一阴 是为了准备 喷到外太空 昨天这边涨到这边 16块 大脚又来我家 今天呢 直接喷到外太空 喷出去 我每天告诉你 这种股票 一定要霸占好 你没有霸占好 你跟财富就没有缘了 亲爱的投资朋友 从那边涨到这边 27.5块了 大脚总是喜欢来三三家 为什么 我说过 这样的股票 你不霸占 你要买什么股票 每天都有机会 在于你要不要参与 法人同性的任养股 你要一支吗 接下来 这股票要喷到哪里 请你跟我一起来努力 一档还有股票 一定要用心的经营 今天很多人会说 老师你的选股真的很棒 连大盘解的都没精准 对啊 客观的分析 精准的研判 是我的责任 全新的标股 左脚右脚 前脚后脚 我都告诉你 全新的标股 今天呢 大盘底又如何 我都不要继续涨 那大脚就喜欢来我家 等不去你家 昨天全新涨停板 全新的标股 昨天 我告诉你 实体大阳线 10.5长到这边 16 不多啦 反转向上 直接喷了 今天呢 再喷 哇哦 大脚就是喜欢来我家 你看 大脚都跑到我家来了 全新 PA功率放大器 3D感测 还拥有第三代半导体 这边长到这边 19.5元了 我之前有在Lite首页 PO了这个全新的文嘛 我说有些PA功率放大器 他们呢 本来就有这块的领域 生化价 他要踏足第三代半导体 是非常简单 所以他们本身就有这个利基点 这篇文章如果没有看 你们再去播播 我赖首页 我赖的首页上面很多的文章 还适用到现在 所以啊 一篇好文章就够了 好好去思考 可是问题是 在于你要行动 现在有一件事情宣告 这张股票 我今天把它卖掉了 因为 它涨幅太慢了 今天 我小培把它卖掉了 资金转了另外一档 何老师做什么股票 有评有据 就是如此 接下来 大同宝宝 昨天告诉你 我暂时大功告成 跑光了 今天呢 还追吗 还追吗 还有糕点给你跑 你跑不跑 昨天 我告诉大家 一路的滚量 滚到 13.3万张 昨天这样的走势 它根本不强 因为前一天它涨大涨 结果后来不动了 那当然 我就不要它了 那是我昨天跟各位说 全素贵率落代 暂时大功告成 今天很多人认为说 我会卖太快 不会啊 今天的糕点 根本没有过 昨天的糕点 你再去追 结果呢 哇 你又黏住了 当时 珊珊跟各位说 该买的时候 你要买 你不买 我有什么办法 结果呢 日K三年红 这边的走势 大盘在崩跌 我的股票先上涨 当昨天整个大盘大涨 我的股票直接收割 这就是赢家跟输家的差别 昨天我告诉你 以它的气势 没有喷过钱高 我就卖光了 结果今天 哇 再一根黑 根本没有过钱高 这么大的量 我直接告诉你 叫出货量 日K二年黑 没有过钱高 出货的现象 你们想想 珊珊真的很聪明 大盘在崩跌 我的股票先涨了 当昨天大盘大涨 我顺势收割收钱 再转股啊 你们今天再去追 我昨天跟你讲 不要追我卖光了 我是第一个告诉你 大盘宝宝 电窩股的 结果今天呢 再去追 又黏住了 股票有定性啊 不是用猜的 又乱做嘛 有没有看到 两个黑黑的 高点位过高 下周自己注意的 不会坐来问我 买一点到 我会告诉你们 急什么 阿汗 珊珊的新会员 还有会员 有跟珊珊的单 我都要他们在 一三零呼吸跑掉了 珊珊太了解 第三代半导体的筹码 今天再去追吗 尾盘呢 哇 第三代半导体 我九月份 整个月都跟你们讲 从这一档 做到加金 做到世界监禁 做到太极 我哪一档 没有让各位赚钱 而这个时候 我告诉各位 结完账之后 你要开始转换标定 这张股票 进去了 你要赶快跑 我的会员有跟单的 我今天盘中 刚好在那高高的位置 我真的有发护讯告诉他们 有跟单的赶快跑 那时候到一三零附近 结果呢 问题出在哪里 珊珊太了解 第三代半导体的筹码 基本面没有变 但是筹码面 随时随刻在变 今天这根线叫什么线 技术教学 过前高 爆量 收波峰 大黑石子 你什么时候看到汉磊的量这么大 哇 请朝而出啊 万般经营 万般拉台 到最后就是要出 才能够赚钱嘛 那主力再出货 你跑进去做什么 今天连新成员来感谢我 他手上跟着丹 跟着汉磊 130附近跑了 我还特别发一个护讯 不管是新成员 旧成员 有跟单 全部把他卖掉 我有发这个护讯啊 结果呢 江海是老的辣 我虽然不是江 也不是小辣椒 但是我做股票就是这样子啊 不然叫何大胆何快手 要乖嘛 下礼拜买点 在哪里来问我 合金 你去追汉磊 不如来买合金嘛 我说道理给你听 合金是第三代半导体 补涨的首选 家金都曾经百元了 这档股票还在六七十块 可是他的财报 他的未来前景 他提到好多报 量缩 今天小跌量缩 昨天呢 喷出带量 主力吃货 一定是用这种方式在吃 滚量2.7万张 这是滚量吃货 今天小跌量缩 十月有话跟各位说 投信法人任养骨子进不出 这个叫什么 这叫地桩啊 跟这边有没有对称 绝对对称嘛 地桩 他就这样喷 我说这里会复制这边走势 10月6号 回撤 黑的 首关键 10月7号 再喷 滚量 这标准在吃货滚量 要喷的嘛 我说这里 会复制这边 你就参考一下 今天 收十字 刚刚好 来来来来 转折十字可以注意了 法人会回过头来买 这种低位阶的成长股 这档股票还没有发动的 体财股 第三代半导体 三参做股票是有步骤的 不然今天汉磊为什么要卖 这么多人这样大量砍下来 那些钱跑去哪里 大家跑到这种 环球金 注意哦 大脚 第四季他绝对会很惊艳 因为台积电的材料 上游材料 就是环球金提供的 这个 细菌源的龙头 昨天大涨 今天停在原地 昨天各位说 大资金者注意了 从这边反转 是这样 上去的 今天呢 你看 收十字 刚刚好了 注意了 低位阶体财股 这种高价股 回过头来 法人都是买这种的 台积电上游的原料最大供应商 就是环球金 资金够大的 请你注意 来 讲一下长荣 还在盘整 主底破底一瞬间 不要自己乱下定论 这个底 还在那边好好的 红K有亮 黑K亮缩 所以请你多点耐心 最后 珊珊要告诉大家 这一份的资料 标股 到底怎样大牌档 怎么样的顺序的牌 请你赶快把握预约的机会 全新主身段的标股 研究报告 想办法拿到 你就知道 下周要点火点什么样的股票 我一定告诉你 聚焦趋势股 你一定能够赚到年底 我要带各位 好好的经营 这一波的爆喷行情 希望大家能够跟我爆赚 喷出断 有缘分 有福气 大家一同来努力 就搭做股票 天天一直赚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